各位觀眾聽著網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8月2日星期一 中共的北戴河會議登場 中共高層和政治老人陸續抵達北戴河 今年的北戴河會議尤其重大 內容很敏感 所以各派尖銳對立 空氣非常緊張 以至於在北戴河會議召開前夕 習近平居然發出了政變信號 他是通過一個軍頭發出這個信號 這個軍頭叫李維杰 他是北京武警總隊的司令員 李維杰是通過在《解放軍報》《中國軍網》的網站上發表了一篇文章來發出政變威脅的政變信號 他這篇文章的標題是說 把貫徹落實軍委主席負責制落到十處 他要求武警官兵把軍委主席負責制落到十處 要刻在骨子裏 融在血液裏 還說不僅要理論認同 政治認同 還要感情認同 甚至毫不掩飾地說 聽習主席指揮 對習主席負責 讓習主席放心 李維杰在發表這篇文章 把聽黨指揮都省略了 直接就是一個排比句 三個習主席 聽習主席指揮 對習主席負責 讓習主席放心 沒有別的人 然後甚至還說要打破固有的思維 突破思維的框框 所以要在十應軍委主席負責制下面去用兵 就是說不僅僅是像以前那樣籠統的 抽象的聽黨指揮 現在非常具體就是聽軍委主席指揮 聽習近平一人指揮 就是為習近平一人服務 接下來李維杰甚至講到說要把軍委主席負責制當成最高的政治任務 最高的政治要求 最高的政治紀律來執行 說絲毫來不得含糊 然後又說對那些亂傳亂信 妄憑妄議 結黨隱私 拉幫結派 有令不行 有盡不止的行為要糾纏 要查處 這是什麽意思 所謂亂行 亂傳亂信 那就說明跟中共高層有關的事情 一些傳聞 小道消息 派系鬥爭 或者是人事安排 所以妄憶妄平 原來是妄憶中央 現在的意思就是不能夠妄憶習主席 或者是習家軍 然後說結黨隱私 拉幫結派 其實都知道中共高層都有派系 有習家軍 有團派 有江派 還有紅二代太子黨等等 但是這個意思是說只准習近平 習家軍 結黨隱私 拉幫結派 不准其他派系結黨隱私 拉幫結派 其實在中共現在的派系中 也就是習近平和習家軍任人為親 拉幫結派 團團合夥 搞得是最明目張膽的 可以說是最違背黨濟國法的 而所謂有令不行 有禁不止 也就是指的軍委主席 來自於習近平的命令 有不執行的 或者是有禁令去違反的 絕對不止什麼黨的 就跟黨無關係了 跟黨中央沒關係 所以通篇不提黨中央 不提黨 就提習近平 本來中共的軍力分軍隊和武警 軍隊就稱解放軍 負責國防 名義上負責國防 當然也有時候鎮壓人民 就跟1989年六四大屠殺所發生的那樣 那武警是對內的 是維穩 是維護社會治安 說的好聽是社會治安 說的不好聽就是針對人民 所以如果說打仗這件事是有關軍隊 解放軍 說是維穩這件事有關武警 但是李維杰這篇文章居然叫武警做好打仗的準備 說是要向打仗聚焦 打仗練兵 甚至說要培養這麼一支隊伍 要拉得出 衝得上 打得贏 敵人是誰 他說要牢固樹立敵人的意思 敵人如果說是民眾抗議 或者是示威 武警去鎮壓 如果說民眾起義 把武器起義了 那你可以說得上 雙方是敵對方 是去打仗 但是通常中國民間沒有出現這個情況 他這裏說的敵人就是黨內政敵 因為黨內政敵的其他部分也可以動用軍隊 動用武警 或者是動用軍隊或武警的一部分 也就是說如果對方動用了軍力的話 那這邊就叫做打仗了 就叫做敵人 所以這裏的敵對意識非常分明 而講到最後 李維杰的話就講得更加赤裸裸了 他對那些影響或者違反軍委主席負責制的要反應快 下手狠 要零容忍 所以呼之欲出 所以通篇充滿了一個政變的氣氛 那為什麽說是政變的氣氛 因為政變有人理解成是下對上 其實也可以上對下 在中共執政政府黨史上發生過一次宮廷政變 那就是1976年10月6日所發生的環仁堂政變 就是當時華國鋒採取措施 粉碎了四人幫 華國鋒當時是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 國務院總理 他就是毛澤東死亡 就是說死亡不到一個月 他就是最高領導人 他以最高領導人身份聯合了中央警衛局長汪東興 又聯合了一個已經被解除兵權的 有一定聲望的軍委副主席葉劍英 然後就對其他的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委員下手 就逮捕了至少兩名政治局常委 政治局常委就是張春橋和王洪文 政治局委員就是江青和姚委員 另外也逮捕了毛澤東的侄子毛遠新 是中央的特派聯絡員 也就是說當時華國鋒不僅是逮捕了四人幫 而且把毛家人一網打盡 隨後就宣佈自己繼承最高職位 就是中共中央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 這就是著名的懷仁堂政變 這場政變改變了中共的歷史 很多的政治老人被解放出來重新工作 包括鄧小平 陳雲等 但是這些政治老人出來之後 對懷仁堂政變 華國鋒發動了宮廷爭敗 非常害怕 心有欲疾 後來在黨內談話中多次提到說下不為例 就是中共元老陳雲的話 一垂釘下不為例 他說黨內鬥爭還是應該用文的方式來解決 批評和自我批評 意思是說哪怕是用權力鬥爭的方式來解決都行 不能夠動用軍隊和武警 他說像1976年10月所發生的這件事情下不為例 也要到此為止下不為例 不能夠再發生了 因為中共高層的矛盾 如果都用宮廷政變的方式來解決 動用軍隊 軍方或者是武警或者是警衛局來解決的話 那高層就會人人自危 大家都沒有安全感 恐怕連開會都不敢去了 所以由於陳雲說了這句話 在黨內形成了一個成規 那基本上就是通過開會鬥爭 面對面鬥爭 面對面說話 看誰拉的人多 看誰站上風 看誰手腕牆 也就是權力鬥爭的方式來解決 當時政治老人把政的時候 鄧小平是垂臉聽政 奪得了實權 他先後就通過這種鬥爭方式 和平的推翻了華國鋒 黨主席華國鋒 之後他又通過這種方式 聯合老人和一些其他的所謂多數派 把胡耀邦總書記推翻 再後來他就是聯合黨內的政治老人和保守派 把總書記趙紫陽推翻 並且把趙紫陽執於軟禁 就是說鄧小平和陳雲這一批政治老人的做法就是在形勢上 或者說在民意上 避免了宮廷政變 就是不動用軍力 武力來解決問題 之後的家澤民和胡錦濤時代 儘管權力鬥爭很激烈 尤其是江派和團派 但是基本上都沒有說是動用軍方介入 都是互相紋鬥 通過權力鬥爭 通過一盟軌跡 通過幕後的交易 討價還價來解決問題 尤其是關於權力重組 或者是人事安排 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 似乎氣氛又不一樣了 習近平本來沒有那麼大的權威 他非要給自己弄個大權威 非要以為自己是毛澤東 鄧小平在世 甚至把鄧小平都不放在眼裏 自己要直追毛澤東 因此就大抓權力 尤其是大抓軍權 抓軍隊 抓武警 自從習近平上任以來 軍隊和武警是動得最多 最不穩定 不僅不斷的傳出政變 或者是未遂政變的傳聞 不斷的有上將落馬 而且習近平是疑心中 疑神疑鬼 不斷的換人 換得非常的頻繁 就是北京的經濟重地 從中央警衛局到衛戍部隊 到武警部隊 還到中部戰區 北部戰區都頻繁的換人 頻繁的換將 以顯示了他胡擬不定 心神不定 對什麽人都信不過 比如說中央警衛局局長在毛澤東時代就始終只有一個 就是汪東興 在鄧小平時代也相對穩定 就一個人叫楊德忠 這個人一直幹到江澤民時代 到江澤民時代換了三個人叫游喜貴 幹到胡錦濤時代 有一個人叫曹清接衛 基本上都是很多年才換 十幾年才換 但是到了習近平時代 已經換了三個中央警衛局長 先是由曹清 後來換上王少軍 今年7月中旬 上個月7月中旬突然又換上一個新人 這個新人甚至於來自於野戰軍 叫周鴻許 是北部戰區的陸軍副參謀長 就一下打破了過去從警衛局內部培養警衛局長的做法 而這裏面還包括其他細節 一個細節就是 前任的中央警衛局長王少軍莫名其妙的在2019年就消失 不知所蹤 但是在外界不得而知 這個警衛局長居然空缺了一年半之久 一直到今年度的7月15日才重新任命的警衛局長 就是周鴻許 從野戰軍調入 而另外一個細節就是 在王少軍去向不明的情況下 習近平弄了一個福建的軍頭 叫陳登呂 他以前是31集團軍91師的政委 他在2019年就調入中央警衛局 當副局長兼警衛團的政委 本來如果說王少軍靠了邊站 陳登呂負責了一年半或者兩年 他應該被扶政 但是領導要任命警衛局長的時候 習近平對他都不信任 儘管他來自於他的權力發向地福建 就把他繼續保持為副局長兼警衛團政委 突然調入一個完全陌生的周鴻許來當警衛局局長 就是說習近平既不信任前面的王少軍 也不信任他自己調過來的陳登呂 當然 周鴻許調進來是否靠得住 也是一個問號 能當多久都是一個問號 這次換警衛局長 習近平和習家軍放言 就是之所以不從警衛局內部產生 而從野戰軍調入 就怕警衛局內部受到高層矛盾的浸泡之後產生偏向 比如說他們知道了高層的矛盾鬥爭 各派人馬 可能對誰中對誰不忠 偏向於誰 也就是說為了避免高層矛盾鬥爭影響到警衛局人選 就是從野戰軍調入一個少將來當警衛局長 至於北京衛蘇部隊也是京城提督 有3萬多兵力的衛蘇部隊 所以司令員去年也突然發生異動 原先的司令員叫王春寧 是一個紅二代太子黨人物 他本來剛剛接任北京市常委叫榮莊常委 但是5月份突然他又消失 沒有當榮莊常委 然後他又突然離開了衛蘇部隊司令員的職務 由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少將叫傅文華來接任 然後王春寧就消失了 一消失就是半年或者大半年 到了去年年底的時候 說他又任了武警部隊參謀長 後來又任了武警部隊司令員 然後被封為上將 也就是說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跟習近平之間發生了什麽 習近平可能懷疑他 想查辦他 明察案法沒有查到什麽 又重新起誘他 但是這麼一個一查 有可能接下糧子 接下矛盾 而王春寧接替了武警部隊當司令員之後 其實他接替的是一個人叫王寧的職務 王寧也是一個紅二代太子黨 王寧的父親也好 王春寧的父親也好 他們以前都在南京軍區 當過副軍級或者副司令員職務 其實現在的紅二代太子黨的主體都是反習的 所以習近平對王寧不放心 對王春寧也不放心 也就是說儘管現在王春寧是武警部隊司令員是上將 但是習近平對他來說也就是湊合作用 也許不久習近平又要換人 除了在北京這些部隊之外 中共的五大戰區 習近平也經常換人 最神奇的 最蹊蹺的就是今年8月沒有提上將 而在黨慶過後的幾天突然提上將 而提拔了四個上將 其中顯示了兩個上將有問題 那就是西部戰區司令員張旭東 還有就是中共的戰略資源部隊司令員李鳳彪 這兩人出了問題 這兩人突然消失 不知所蹤 人間蒸發 突然被另外兩個人所取代 而消失的張旭東和李鳳彪 要么是捲入了某種未遂政變 要么就是可能是盼逃人員 就是盛傳的高級盼逃人士的其中之一或者其中之二 也許正是因為習近平對這些兵種 這些軍頭都信不過 疑神疑鬼 所以這次他為了威脅北戴河 為了發出政變信號 居然另外找了一個兵種 另外找了一個軍頭 那就是北京武警總隊 找到北京武警總隊的司令員李維杰 去發文章 在中國軍網發文來警告 說是軍委主席負責制 隨時可以採取動作 關於今年的北戴河會議 根據體制內多方傳出的消息 主題至少有三個 一個主題就是關於接班人的人選 第二個主題是關於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重組 第三個就是關於各地方省部級官員的重組 這都是需要現在的中共高層和政治老人坐在一起來協商 不管叫什麽 叫北戴河會議 叫北戴河辦公 還是叫北戴河休假 都會在這裏協商 提到接班人 有三種可能性 對習近平來說 他的上策就是他不僅明年20大 他要連任 而且不設接班人 不出現接班人 就表示他不僅連任一屆 他甚至可以連任三屆 所謂十三五規劃 就是規劃的十五年 五年規劃是規劃下一屆 所以他抱有這麽巨大的野心 想長期執政 中策就是他連任 但是與各方反對性聲浪很高 就不得不同意設接班人 擺出一個接班人 以一個象徵性的姿態去安撫黨內各派 或者是平息天下的憂憂之口 如果出現接班人 也就是二十大設置接班人 體制內和一些親習媒體盤點 說有一些人可能 那就是三個習家軍人物 一個團派人物 三個習家軍人物分別是重慶市委書記陳敏爾 上海市委書記李強 中辦主任丁學祥 丁學祥和陳敏爾是60後 李強被稱為準60後 他是1959年出生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團派人物 現任的副總理胡春華 但是也可能出現第三種可能性 習近平不願意見到的 那就是由於黨內鬥爭的激烈 問責聲音的高漲 有可能阻止他連任 就讓他的仕途到明年二十大為止 要讓別的人取代他 如果是這樣的話 習近平就要耍橫 耍坡 就要碰瓷 所以就在這個會前發出了政變信號 發出了武力威脅 儘管習家軍 習陣營和親習媒體不斷的造勢 說習近平連任了已成定局 但是第三種可能性仍然存在 那就是現在對習近平 習家軍整體氣氛上並不利 說得近一點 發生了河南大水 鄭州人禍 現在是想起了對習家軍的問責之聲 因為是習家軍在把持河南省和鄭州市 而習近平想避免問責 另外說得再遠一點 那就是現在不僅發生了大瘟疫 而且現在疫情又重燃 現在不僅南京淪陷 包括鄭州很多地方都出現了感染 說是15個省市都出現了重新淪陷和重新需要封城的情況 再加上現在中美關係這麼對立 國際促進是空前的孤立 市面楚歌八方受敵 所有這些事情都可能是政治老人問責於習近平 讓其他各派 比如說團派問責於習家軍 所以這次北戴河會總體氣氛對習近平 習家軍並不利 如果他失相的話 他應該說跟對方講究一個妥協 做下來協商 怎麼構成派系平衡 尤其是關於20大人事重組 而在今年度北戴河會議上 各派爭執的第二個焦點就是關於20大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委的重組 據體制內各方的媒體顯示說 政治局裏面的25個政治局委員有一半人50%要換人 因此各派會卡位 在這個時候肯定有個討價還價的拉鋸戰 政治局委員構成之後就會構成政治局常委 現在的政治局7個常委按照7上8下的原則 其中有3個人應該下來 4個人應該留任 3個應該下來的就是栗戰書明年72歲 習近平明年69歲 還有韓正明年68歲 應該留下的人 包括總理李克強 政協主席汪洋 還有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他們都是67歲 另外還有中紀委書記趙樂際 他是65歲 如果按照7上8下的規矩 那就是這個情況 但是習近平要留任 那實際上就相當於一定程度的打破 不僅打破7上8下 而且還打破了兩屆任期 但是他還嫌不夠 他還想把7上8下完全打破 變成是7下8上 意思就是習近平想把他的親信心腹 忠於他的那些老人留下來 儘管抄靈 比如說人大委員長栗戰書 還有副總理劉鶴 中組部長陳希 還有副總理韓正 他是監派人物 但是對習近平扶手貼耳 而他想趕走的恰恰是按年齡應該留任政治局常委的人 比如說總理李克強 政協主席汪洋 還有政治局常委王滬寧 但是王滬寧他有一點猶豫 50% 一方面想留下他 為自己的極左路線服務搭檔 另一方面又嫌他公高正主 公高蓋主 把現在這個時代說成不是習近平時代 而是王滬寧時代 不是習近平思想 而是王滬寧思想 發行的書籍不是習近平著作 是王滬寧著作 習近平只是王滬寧的筆名而已 關於北戴會議的第三個重點就是審部級高官 就是31個省市的一把手 二把手的安排 還有就是國務院各部委的這些負責人的安排 實際上在20大之前 也就是在北戴會議之前就在著手 習近平利用他的中組部長清姓 心腹 陳希就在安排這些人選 但是這些人選是否得到認可 另外還有一些沒有安排的人 怎麼得到確認 這也是這次北戴會議要討論的一項內容 回頭來說 習近平現在發出了政變信號 對北戴會議發出了武力威脅 他能不能成功 威脅是否見效 另外他本人有沒有風險 其實他本人存在風險 因為他這次所做出的動作暴露了他的一個軟肋 一個弱點 因為這一回習近平所找的軍事單位 北京武警總隊 相對於其他兵種 比如說相對於中央警衛局 相對於北京衛蘇部隊 相對於整個武警部隊 或者是其他戰區 或者是北京周圍的一些兵種 比如說駐保定的38軍 現在改名叫82吉他軍 相對於北京武警總隊都比較弱 儘管武警總隊看上去規模也不小 北京武警總隊總共有三個師 一個直屬隊 總共有19個支隊 最後一個支隊叫做特種支隊 都是為另一職保衛黨中央 保衛中南海的力量 所以習近平認為中央警衛局不可靠了 衛蘇部隊不可靠了 他想用北京武警總隊來為自己保駕護航 而他找的打手是北京武警總隊的司令員李維杰 這個李維杰跟其他軍頭相比 不僅是名不見經傳 而且應該說實力不足 如果說他靠李維杰去發動政變的話 極可能被其他方面所阻止 或者是所粉碎 比如說你北京武警總隊儘管很龐大 但是你是整個武警部隊的一部分 因為全國都有武警總隊 各個省市都有武警總隊 如果說武警部隊的司令員王春寧是上將起疑心 覺得為什麽北京武警總隊有異動 他出面的話 他就可以平定這場政變 另外 講軍力來講 講實力來講 北京衛蘇部隊也比他強 如果北京衛蘇部隊出手 也可以阻止或者平定這場政變 而這位直接保衛中南海黨中央的中央警衛局實力也不小 而且經驗也豐富 尤其是反政變的經驗 如果中央警衛局突然歸屬於其他派系的調令 或者是聽從其他派系的調令的話 如果中央警衛局出手 也可以阻止或者平定北京武警總隊的異動或者政變 其實李衛傑上任北京武警總隊失戀本來就很蹊蹺 他是2020年2月上任的 前面那個人叫李志剛 李志剛突然就消失了 也是人間蒸發 不知所蹤 李志剛原來當過雲南武警總隊的司令員 後來又當過北京武警總隊的司令員 似乎受到習近平的信任 但是就在2019年底突然消失 然後在2020年2月份的時候出現了李維傑 再往上查詢一下李維傑 發現中共方面對李維傑的介紹非常不詳細 沒有籍貫 沒有年齡 根本不知道他來自於哪個省市 身份似乎很神秘 只是說他現在是武警 北京總隊 司令員 習近平前幾年安排了一個親信 叫鍾紹軍 在中央軍委當他的大秘 辦公廳主任 也是不留籍貫 不留年齡 根本不知從何而來 給人看上去 這兩個人 鍾紹軍或者是李維傑 不僅是習近平的親信心腹 也有可能是習近平的親戚 或者是遠方親戚 這一回習近平支持李維傑 就是北京武警總隊司令李維傑 通過中國軍網發表文章 發出政變信號 武力威脅北戴河其實還暴露了另外一個軟肋 或者說暴露了另外一個死訊 那就是兩個字 反黨 因為這篇文章通篇不提跟黨相關的武警的職責 因為中共從他建黨開始 建軍開始 到建國開始 一直強調的是黨指揮槍 強調的是聽黨指揮 中共的所有黨慶 國慶 大閱兵等等都是聽黨指揮 哪怕是毛澤東時代 他都會講黨指揮槍 聽黨指揮 到了後來的鄧小平 或者是再後來的胡錦濤時代都這麼說 即便會提到一個人 都會講緊跟著聽黨指揮這四個字 在一個正常的國家 民主國家 軍隊是獨立的 軍隊國家化 他只負責國防 他是獨立於政府 獨立於民間 但是在中共一黨專政之間的國家 軍隊是黨衛軍 這一點已經受到了廣泛的詬病 引起人民的不滿 也國際社會的詬病 但是現在習近平時代還不夠 覺得屬於黨還不夠 要屬於他個人 成為黨衛軍不夠 還要成為習近平的私家軍 這一次李威傑的文章就把這一點寫得非常清楚 這個武警 尤其是北京武警總隊 成了習近平的私家軍 要隨時聽習主席指揮 對習主席負責 讓習主席放心 而不是聽黨指揮 對黨負責 讓黨放心 黨不見了 從綜合的黨內標準來看 依他的黨章和憲法 依他的黨規和黨局 李威傑這種說法就是反黨 李威傑就是一個反黨分子 就憑他反黨和反黨分子這一點 反習勢力都可以找到藉口 或者找到罪證 找到證據 把李威傑逮捕法辦 換句話說 習近平發動政變 有可能招來反政變 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因為其他兵種有可能介入 不僅是逮捕李威傑阻止北京武警總隊的蠢動 而習近平本人可能束手就擒 淪為奸下囚 今天我就暫時講到這裏 提醒新來的朋友記得點擊訂閱本頻道 陳破空 眾論天下 並按下小鈴鐺 以收到及時的節目通知 謝謝大家收看收聽 再見